今天这个视频就是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最近买到一些黑色的单品 分享一下我的穿搭 因为我这个人就到冬天的时候会有段时间特别懒 就只想穿一身黑或是说以黑色为主的一些搭配 所以就是想说出一个这个视频 然后刚好可以编跟你们就是分享 然后再跟你们聊天 现在如果有不是特别想看我夹到这聊天的同学 你就是自己可以就稍微手动调一调 对然后我们就看这些视频吧 就是边说边聊好了 这一件它就是一个工装的一个鞋纹布 然后它在领子这里 还有就是包括口袋这里都是这种太迪绒 还有里面是太迪绒 虽然是黑的嘛 但是就是材质不一样的话 质感是会不一样的 然后它背后也会有一个那种 就是比较街头一点点的那种樱花 所以我觉得特别好看 其实我的穿搭就不能说有什么风格 就是简单 我也不喜欢把自己固定成 你是穿什么风格或什么的 我觉得看人吧 我一直在思考一些事情 很多年以前我是我自己还是观众的时候 我觉得我看视频 我就会觉得整个氛围感觉会很轻松 就是感觉会很开心嘛 然后但是现在到越来越后面 然后包括自己现在也是一个博主 我觉得就是做视频会感觉 氛围怪怪的 就是看视频的话 会有一点点像被人审查的那种感觉 氛围会很紧张很奇怪 然后就是很容易被一种不好的情绪会带进去 让我觉得看视频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我不知道别人会是什么感觉 但是我是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到后面的时候 我视频是不怎么去点开看的 就是我不太会点开自己的视频看 或者是评论那些我是有一段时间不看的 现在的话会让自己就稍微放松一点 我也希望就是你们看视频的时候 能够稍微把自己的心态就是放松一点 就是只是一个视频而已 没有也不是多大的事是吧 就是没有必要那么上纲上线 我说大家一定要去讨论个对错 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怎么能讨论个对错出来 还是抱着一个放松 然后开心一点的状态 就是喜乐融融的感觉是 看视频的最好的一个状态吧 我觉得 所以就是大家还是放松一点 看视频就看得开心了是吧 好然后接着继续讲了 我有的时候里面穿短袖 然后穿这个都还觉得蛮暖的 对我冬天其实算 也算是一个那种比较要风度 比较昏度的人 第一件就这样子的 这一件 我吊牌都还没拆呢 然后这里下来一件是一个这个棉服 这一件其实我不记得 我去年好像有看到过 然后今年就是还是买 所以我觉得该买的 就是你到下一年还是会买到了 它这一件就是很多拉链的一个设计嘛 背后的地方也是有这种拉链的设计 因为它整体就是一个以拉链为主的一个这种棉衣嘛 我这个人就是说虽然是穿的简单 然后但是我看衣服的话 也需要它有一个那种小亮点 不喜欢摆很多的重点在身上 就感觉会 会很多 这一件它虽然大也算大 但是在我的接触范围内 就是穿一个那种紧身裤 然后配靴子什么都很好看 然后接下来这一件是一个这个 阳高绒的一个外套 然后它是一件男装 这一件我也是在实体店看到 我就觉得很好看 就我觉得我发现就是男装了 我一进到男装去 然后扫一眼就可以发现很多很好看的衣服 为什么会有这种癖好 我要不要后面出一些那种男装的一个穿搭视频 然后这一件我觉得我买的有点点大 也不是有点大 是蛮大的 我买大了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穿大一点的衣服 因为就个人喜好 对 然后它这一件就可能没有那么厚 让我喝一口 然后接下来这一件呢 是一个这个大衣 它是那种有点西装的款式的一个大衣 它不是那种特别长的 就是一个中长款的一个大衣 然后它袖子这里 我觉得今年就是跟这种袖子的设计杠上了 它是有三颗扣子 然后我有颗没扣 因为我觉得这样看起来更随性一点 我总是会做一些这种 别人可能不会太注意的一个这种事情 说实话黑色的搭配就真的是不费脑子 但是又很有质感的一种搭配 然后它在领子这里也是有一个这种拼碎 然后接下来这一件 它不算是纯黑 它是有一点黑灰色的 我也把它列到这里面讲了 它就是一件 它也是一件男装 然后这件也是我之前有发过照片的 领子这里也是羊羔绒 然后也是可以拆卸的 对它这样子可以拆卸 这件它真的很厚 因为它里面也都是这种 加这种绒 就很厚一件 也是牛 因为也是牛仔的嘛 所以我就很喜欢 它还有另外一个那种牛仔蓝色 但我觉得这一件可能更加适合我 所以我就买了一件这个 就男生女生穿 男生女生穿都很好看 然后接下来 它是一件这种棉衣 它是一件这种比较长款一点的棉衣 这件它也是有一个毛领的 我觉得冬天 我这期好像有几件有带毛领的衣服了 就是偏奶茶咖啡 那种比较温柔一点的颜色 这一件的话 它有一个夹棉的内衬 对然后可以把它拆掉 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扣子的部分 因为如果像它扣子都是那种纯黑色的话 就感觉会确实会有点太懵了 然后它这个扣子是那种 有一点点灰色有纹路的一个这种扣子 今天有一些特别想跟你们说的话呢 也就是差不多跟你们稍微说了一下 然后我准备后面再录一个那种聊天的视频 因为我上一期还说我准备录一个那种 边化妆边聊天的视频 但是我放弃了 算了算了算了 没有办法就是边化妆边聊天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样 就是我录视频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状态 然后你们也肯定能感觉到 我是一个比较放松 然后比较开心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你们的状态 其实也是在影响我的 然后我的状态也是在影响你们的 然后我希望但是大家 就我希望大家能看我的视频的时候 就是抱着一个就是 比较放松啊 或者是一个比较 就是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 录视频本来就是一件 就是一件分享的一个东西嘛 就是让开心一点 然后要说的也就差不多是这些了 然后呢我们就下视频再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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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